我想这个勇于冒险 不是讲的时候去非洲冒险 去海上冒险 去寻宝 不是不是 是讲工作跟投资 你花你的心血资金 去做一个未知的领域 这真的是一个冒险 但是会不会成功不一定 你可能是失败的 也可能是赚钱 我现在讲的这个面向的特色 首相的特色是指他有成功的 是他去冒险但是赚到大钱的 我列出四项 两项首相 两项是面向来看 首先第一项 我们首相来看 首相来看有一个叫做野心线 野心线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线的前端 有细细的往上 可能又不一定是一根两根 两三根也都算 叫做野心线 我们听到野心就觉得 这个人有野心有野心 没错他是有野心 但是野心常常也是会失败的 你野心的野心太大 结果失败 没有这条线是好线 就是你有野心你要挑战 你去做冒险泛难 结果你是成功的 所以这条线是蛮不错的线 它有两三条 不会是就一条 在我们的生命线的前端出现的 你有这种心态 就表示你有这个机会 这是第一项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叫做 军警文 军警文不一定做警察 当然他做军警很好 它只是一个形容词 它像军警一样 什么叫军警我们想一想 军警就是能冲能拼 敢做敢当 给你感觉上很安心 他奋斗很可靠的意思 所以这种人做警察很好 那一般人来讲 就是他去冒险泛难 去投资 去做他这个不知道的工作 结果做成功了 所以这是一个好线 它其实是一个成功线的一种 所谓成功线就是 无名指下面的线就叫成功线 但是它是从旁边弯曲上来的 我们特别给它一个名词叫军警文 像警察一样 或者像警察一样 这样的会去冒险泛难 好 这是第二项 我们看它第三项 第三项比较偏向男生 因为男生我们讲讲冒险英雄 我们想到冒险英雄是什么长相 冒险的英雄通常就是这长相 龙眉大眼 眉尾上扬 龙眉大眼就是精力旺盛 精力很拼 然后他上扬表示又志气高 人家不敢做的 他敢去做 有毅力 我们常常讲的英雄 很想讲到 那个荧幕上的英雄 是小眼睛小鼻子都不会 英雄一定就是龙眉大 给你感觉像就是他 很敢拼那种 那种感觉给你出来 那通常因为他又有这种长相 通常他又是成功的 就是他的冒险 投资也好 工作也好 是会赚到大钱 好 最后一项我们看第四项 第四项我们就看一个很特殊的 直接看牙齿 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你的牙齿你有几颗吗 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 牙齿通常我们的计算 一定是偶数不是单数 因为是上下相对 所以你的牙齿可能是28颗 可能是30颗 可能是32颗 可能是34颗 大部分大概在28到30之间 那我这里讲到 30以上就是好的 尤其如果您有32更不错 而且我还要加上一个叫牙齿白银 就牙齿你不是那烂烂黄黄的 牙齿至少要健壮 因为牙齿代表我们的筋骨系统 也是血气系统 所以你牙齿好也是长寿 也表示你身体健康 第二个就是代表你会创新 所以新的事物你敢去尝试 不敢看到新的事物你会害怕 你会萎缩会退缩 他不会他往前去四肝人去冲 所以我这写30颗以上 30颗以上很多人都有 你如果32颗以上更好 你就这一项你敢冒险泛滥 我16的16算 那就32 就是32 就是表示是好的 你去试看看 而且会成功的会赚到大钱的 那观众朋友 因为这一项一般人没有注意到 你可以自己去算看看 算看看你有 字识也算 字识算在内的 因为字识后来的你要算 这个32颗算到字识 已经拔掉了还可以算进去 因为你本身是有那个的 有那个位置在的 好那这几项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好那